好 这个0918密集地震导致花莲南区许多居民成为受灾户 目前为止受到全台各地善行人士的帮忙 受灾户代表陈美玲表示 0918地震对花莲南区的居民来说是60年来最为严重的地震 家园重建之路非常的不容易 也非常感谢花莲县政府以及民间社会的团体给予大力的协助 0918密集地震导致花莲南区许多居民成为受灾户 目前为止受到全台各地善行人士帮忙跟协助 受灾户代表陈美玲表示 0918地震对花莲南区的居民来说是60年来最为严重的地震 家园重建之路并不容易 非常感谢花莲县政府以及民间各社团给予大力的协助 从918发生这是60年以来 所以我也是受灾户内 不过我们感觉我们能遵受到各界的惯害 还有各位社团 然后工部门还有各位领导 到处的分拨为我们这些受灾户内 然后就是不沮丧 是以上的资料 花莲县0918密集强证受损鉴定结果 截至12月9号为止 全县通报危险建筑物总建数有660件 经过评估之后有81件张贴红单 105件张贴黄单 486件轻微受损 目前已经拆除了28件 已经修复的轻微受损户数 此期是144户 台积电260户 合计404户 民间力量力大无穷 相信各界的帮助 能够让受灾户早日修建安身立命的家 记者高双双玉立正采访报道